嘿嘿我是幽默風雀提的招臉 陽光開陽才會和楊玉盧雙全的帥氣大哥哥 還你跟黑西魯金城武 大家好啊 歡迎回到我們的1.20 伺服區 各位 我們還記得在上一集的時候 我們打造了這個櫻花祕境 其實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 是在蘑菇島上 我把這個蘑菇島的一小部分改造成了這樣的櫻花島 這整座島上全部都種滿了櫻花 然後放了非常多的裝飾物 其實這座島最主要的功能 就是來放這個地獄門 這個地獄門算是來到這邊的一個 算是入口吧 因為接下來大部分時候 應該都會透過這個地獄門 來去前往其他人家 或是從其他人家過來 所以這邊基本上就是來到這邊 第一個可以看到的點 那這整座島上除了這些櫻花樹 這個道路還有這個地獄門以外 其實我還有蓋了這個遺跡 還記得在上一集的時候我有說過 其實我想要在整座島上 都蓋上各種的遺跡 但是我上一集還沒有什麼特別的想法 所以就沒有先把它蓋出來 那今天這一集 我們就要把它完工啦 這樣子像這種比較空一點的地方 也至少會有點東西在這 如果各位喜歡這樣的影片 喜歡看到這個系列 喜歡看到玩這樣的多人伺服器 不要讓我可以幫我 在影片底下點個讚 也可以留言跟我說 你喜歡這樣的系列 如果各位有希望我在這個地圖裡面 做些什麼事情的話 也可以在影片底下告訴我 因為我都沒什麼在睡覺 夜魅現在真的是滿天飛 超危險的 還好我們現在裝備都夠業了 不怎麼怕他們 好啦那接下來我們就仿造 我們原本蓋的這個遺跡 它的這些材質 來去蓋出其他的雕像吧 好啦各位我在這座島上 又建造了其他新的小雕像了 那還記得我們原本蓋的是這座 那這座雕像是我的雕像 那應該是整座島上最大的一座 其他的應該都會比他還要小 首先我們新增的第一座雕像 是在他的右邊這邊 我蓋了一個基座 然後上面蓋了一個稿子 材質的話也是一樣是用石磚 然後還有一些青苔類的方塊 周圍的部分跟我們原本的雕像一樣 旁邊也用了這樣子的小路 然後也是用的比較破色一點 那這個小路又比原本還要再小一點點 比較窄 那再來是我們的另一邊 另一邊則是蓋了一把劍 這裡的話是蓋了一個基座 然後劍是插在這上面的 材質的部分也是跟原本一樣 也是石磚配上這些青苔類的方塊 周圍的部分 我們也是有鋪上了這個比較破碎一點的路 那這裡是雕像的部分 雕像就這兩個 再來是我還蓋了這樣子的一個石碑遺跡 這邊有一條小路可以這樣走過來 然後這邊就會有個超大的石碑 那這個石碑就會有點像是 古人把文字刻在上面的東西 不過上面沒有字啦 上面只是用石磚牆把它鋪一鋪而已 像我們前面的雕像 這種小路我都是圍一圈的嘛 那這邊的路我是只有走到這前面而已 然後除了這個石碑以外 在另一邊也有另一個石碑 那這個石碑則是比較小一點的 然後一樣有一條小路可以這樣走過來 這個石碑則是跟剛才比又小了一號 那目前大致上就是新增了這樣子的四個小遺跡啊 這邊這樣子就感覺越來越像是 古代遺留下來的地方喔 然後再來另外呢 還記得我們這邊還有另一座的蘑菇島嘛 那我有說過這座蘑菇島 我未來應該也是會來建設一下的 那這座島呢我原本是有說嘛 可能會用一座橋可以連接到這座島上 可是我仔細想了一下 這裡好像有那麼一點遠喔 感覺用橋有點不大實際 所以我是決定啊 我想要把這條路連接到底下 然後在這邊做一個有點像小港口的感覺喔 那這個港口呢上面就有一座船啊 那到時候我們要到那座島上就是滑船過去 這樣子感覺應該會還不錯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港口下去的方式呢 應該會從這個地方 然後開始鋪半磚啊 階梯啊 然後一路往下到這個地方喔 這裡剛剛好是有點平的地方嘛 然後這裡剛剛好是凸起來的 很適合蓋這個階梯啊 然後底下可能會再用方塊啊 建個一兩艘的小船在這邊 好啦 那我們就再來去準備一下材料 把這個道路先把它弄出來吧 好啦 各位 我們把這個下去的道路給它建造完畢啦 那基本上就是銜接我們原本的這條道路喔 原本道路是大概只有蓋到這邊而已 那接下來呢 往這邊彎啊 就可以有這個階梯可以走下去喔 那這個階梯呢 大部分都是使用半磚來製成的喔 主要材質也都是使用木材 那另外還有配合一些泥磚啦 那這邊我們就可以直接這樣順順的走下去啊 那旁邊啊 因為沒有支架的話感覺很奇怪喔 所以我又放上了這些圓木 那這部分的話是用相似木的圓木 因為我很喜歡這種灰色的材質 感覺它作為支架就很穩固的感覺啊 那這邊走下來的話呢 這邊有個轉角 可以再轉下來這邊喔 那這裡下這個平台就是我們到時候的港口啦 那目前這裡下還沒有到很大一片啦 接下來應該會再往外擴張個幾格喔 那從底下往上看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這邊的支架啊我是讓它有點交錯放棄 這樣看起來應該會稍微美觀一點 而且看起來會比較穩固的樣子喔 那當然啦這個支架上等一下應該還會加一些裝飾喔 不會讓它這麼的單調喔 除此之外呢我有在想啊 因為我們這底下這一邊呢 是在這個階梯的下面 我總覺得這邊可以來蓋一些小店鋪喔 畢竟我們現在是在港口旁邊嘛 有一些賣魚的商店 或者是一些貿易的商店 感覺都還不錯對不對 不過當然啦這些商店沒有實質功用 就只是一個好看而已喔 不然感覺這樣子空著一個洞然後底下是水 好像也哪裡怪怪的 然後當然啊這底下這邊也會來做一些裝飾喔 當然要等這個平台往外擴建再開始來做 那等這個港口用完之後呢 我們到另一邊的這座島上 我們也會來做一些東西喔 這邊之後就是可以搭船過去到另一個小島的感覺喔 是不是感覺好像還不錯喔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繼續來拿點材料 然後把我們這個港口的部分啊 加一點裝飾吧 好啦各位又花了一段的時間 我們把這個港口給他擴建完並裝飾完成啦 那現在也是長這個樣子喔 那我們先從上面看下來吧 那其實上面這條路的部分啊沒有變得很多喔 就旁邊有加了幾個燈飾而已 我原本是想要再來加個圍欄的 可是這個圍欄感覺 加了沒有到很好看 我後來就乾脆不加啦 反正應該也沒有人會北騎到從這邊跳下去吧 欸不對我會 但是通常跳下去的應該是有翹翅的對吧 所以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對嗎是吧對吧 反正基本上這裡沒什麼變啊 那再來就是下面這裡啊 這些支架的部分啊 我增加了一些小裝飾喔 那這些裝飾都是使用叢林木還有泥磚來去建成的喔 基本上我就是讓每個都變一個框一個框的感覺喔 就簡單裝飾了一下 然後中間也有多了好幾根的支架 那再來就是底下的部分啊 底下這邊啊 我有時候可以做一些店舖的感覺嘛 那這邊的話呢我有用一個 一個比較像是賣魚的地方喔 然後旁邊這邊啊比較大的地方呢 我只是把它放了木桶喔 就有點像一個存貨的地點 因為從這個港口這樣上啊 總是要有一點地方可以存放一些貨物嘛對吧 那這裡比較大格的地方啊 我們都是把它放上了木桶 然後再來這裡呢 有一個有點像是這個港口的辦公室的感覺喔 那我這裡是放了一個椅子在這邊 然後後面有一扇門啊 不過門的後面呢目前是沒有東西的喔 是空的 是長這個樣子喔 只有我們可能有空啊 再來看看裡面要建造些什麼吧 然後再來就是外面的這個平台 擴大了一些喔 基本上是原本的兩倍啊 然後邊緣的部分啊 我們都有放了一個原木 然後上面放了一個燈籠做照明喔 順帶一提啊 這個平台啊 是比海面再高了一些些喔 像之後我們去蓋船隻的時候啊 也會比較方便去蓋上船的路 當然還有一個原因啊 就是因為港口啊 總是會因為潮汐影響嘛 海面水位啊 它不是永遠都統一的 有的時候高有的時候低嘛 所以 照理來說應該都不會建到同個水平面啊 那接下來呢 我想要先來把這個 旁邊停靠的船隻給建好喔 應該會造一艘 大概這樣子三格寬的吧 我們這個一格是五格方塊嘛 所以大概是15格左右 然後停靠在我們這個港口的旁邊啊 不過說真的我還沒有蓋過船耶 所以我也不知道會蓋得如何喔 喔對了對了對了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喔 這個一定要給你們看一下 來各位 我的背包裡面有這把劍 Never gonna give you my 好沒事我只是想鬧一下而已 哈哈哈哈 有事沒事就是要咬一下 哈哈哈哈 想不到吧 看個影片也可以被咬喔 好啦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繼續來建造外面的這艘船隻吧 好了啦各位 我人生中第一艘蓋出來的船就這樣完工啦 我也沒想到我竟然可以把它蓋出來 那這艘船的話還算蠻小的喔 其實我原本想要蓋預計是這個 1.5倍大左右吧甚至兩倍大 原本想說從這邊到這邊這麼長這樣子 然後高度的話原本也沒有要這麼矮 結果莫名其妙就變這麼小燒啦 但也還不錯啦 那這艘船的話就有點像一般的小漁船喔 或者是載客用的小船這樣子 那基本上呢就是有一個船帆 然後後面呢有一個 欸有遮雨棚的地方 那這邊的話就可以放貨物啊 或是人就可以待在這邊喔 那基本上也沒什麼裝飾啊 帶在這個甲板上 那這邊呢我們也比較難看到全貌嘛 我們就靈魂出鞘一下喔 那整艘船呢是長這個樣子喔 整艘船啊基本上都是使用山木來去做船身 然後甲板的部分呢則是用了 山木以及黑橡木的原木還有黑橡木喔 那當然船體的部分啊也有用了很多 這種其他的材質啊去做裝飾搭配 至於這個遮雨棚的部分呢 則是用這個山木的材質繞了一圈 然後中間的話則是黑橡木喔 那我是讓他有一點往上傾斜的啦 那整個船體啊就是前面是稍微尖了一些 然後後面是比較平的這樣切開來喔 至於底部的話也是有稍微做了一下 不過底部我就沒有做得這麼的精細了啦 畢竟這底部什麼都看不到嘛對吧 在水下通常也不會有人到底部去看我蓋的如何嘛 那基本上這艘船就是長這個樣子啊 我是覺得意外的好像還算不錯喔 那基本上我們島上的這個港口部分也差不多見完喔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另一座島啦 那我們下一座島的部分呢 應該就會跟我們這個櫻花島長得不大一樣喔 我們這個櫻花島啊我有說過嘛 我是參照了澎湖的玄武援柱 所以是這樣一根一根的這樣直立起來的喔 那整座島也是非常的高啊 那接下來的下一座島 因為這座島呢比較小一點點 所以可能不會到這麼高了 可能就是一般的島嶼的感覺喔 那到時候也是一樣這些蘑菇啊 我會把它全部砍掉 然後把這個郡絲土全部挖掉換過材質 那如果大家對於這個新的島啊 有什麼樣的想法 或者是對於我們今天蓋的這個港口 有什麼特別的想法的話 也可以在面下留言告訴我啊 如果我覺得留言啊是可行的話 或許就會在之後的影片裡面出現喔 那當然啦之後 除了我們現在站的這個地方以外 其他的地方我們也會把它建成不一樣的島嶼喔 那這些的話我也都還在準備當中啊 就請大家敬請期待吧 然後到時候這些島嶼 除了會有一些橋樑的連接以外 像這邊啊應該也會把它做一個港口 讓我們可以有一個比較連貫的感覺 船隻的部分啊我在想 應該每一個港口都會停高一艘 長了這樣子的船喔 可能不會到完全的一模一樣 但至少風格會跟這一艘差不多喔 這樣子的話也感覺比較有一個 統一連貫的感覺嘛 對吧 欸是說我們這樣蓋了這艘船之後啊 這艘船也沒有實質功用喔 我們正要回來的話還是要游上來喔 這艘船就真的只是裝飾而已 笑死了沒什麼用 欸對我這邊竟然沒有放階梯耶 我應該要放個梯子 這可以讓我們爬上來喔 等一下我去拿一下材料喔 不然我們這樣落水好像都沒辦法上來了 來來來我做了幾個梯子喔 然後我們把它放在船的這邊好了 我們把它放在船隻的這裡啊 這裡基本上是我們上來的地方嘛 這樣子感覺好像也還不賴 好我們這邊放個三個 我覺得這裡應該也要來一個一個 然後這邊也來一個 最後一個的話我們這裡好像放不了是不是 欸這裡可以放欸 好我們把它放在這邊喔 OK就這樣子啦 這樣至少我們之後還可以再回來上面笑死 哈哈哈哈 完全忘記這件事 喜歡這次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在影片下方 點個讚 按開訂閱我 去追蹤我的動態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到我們的 Facebook IG Twitter 去按個讚追個鐘 想要聊天的話也可以到我們的Discord群組 一起來聊天喔 那我猜你給我們下一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 呼籦 來看看 發展 發展 為��들